一旦马来西亚不再和平 那最先遭殃的会是华社 首相拿杜斯尹纳吉 今天在出席 尤马华主办的 华社爱国大集会的开幕仪式上 提出这番警告 纳吉虽然没有说明 华裔在国家动荡时 会成为剑靶的真正原因 但他强调 国阵会确保各族和平共处 这场尤马华号召的爱国大集会 一共吸引将近16000名华裔子弟 参与起胜 包括华团 政党和双界代表 在全国大选即将到来的时刻 纳吉也不忘向西蒙开炮 首相提醒华社 改朝换代绝对不会是这一次 因为就连国内两大无议政党 武统和一党都不支持希望联盟 所以华社更应该要认清政治坚持 不要浪费选票投给西蒙 优优独和一党都不支持 此外纳吉说 目前国阵的华裔国会议员实在太少了 不足以代表华社的力量 因此华社更应该要继续支持国阵 加强华裔代表权 与此同时 纳吉也向华社保证 政府未来将会增建更多的华校 他说政府了解华社对母语教育的重视 因此他将会和国阵滑稽成员党 包括马华 民政党和人联党 商议增建华小的事宜 实现华社的心愿 MTV7纵谋道 美国的安家皇家 美国的安家皇家 你们就是安家